高委員好 市長好 之前我們有建議把我們那個松湖超高壓便電所預定地 跟這個南港玉城便電所的預定地 有作為社會住宅來使用 那現在住都中心評估的結果如何 呃我們跟台電確實開了幾次會 我們內部也做了一些評估 那目前有三塊 跟便電所有關的基地 正在規劃當中 裡面有兩塊比較可能 那個可能性比較高 那我們大概會先往下走 松湖的變數還是比較大 所以說我們還比較保守的在跟台電來看待這塊基地 後續到底要不要推倒 因為松湖便電所就在我們內科旁邊提頂大道 那這邊是交通的要道 未來捷運東環段汐止民生線也都會在這裡 所以在交通各方面解決內湖塞車的問題 還有對附近的環境來講都是一個最好的地點 所以我們也希望住都中心能夠積極的評估 因為畢竟小英總統說明你要蓋1.5萬戶 這麼好的一個地點又可以解決內湖交通的問題 讓這個在內科工作的年輕人可以住在這裡喔 這是一個絕佳的地點 可是住都中心卻已說 周邊尚無公共交通設施 居民進出以機車汽車為主 等等理由認為不服效益所以暫緩納入設施評估 這理由我們是完全沒辦法接受 因為畢竟在舊中路即將興建了這個台北市政府的社會住宅 就在離這個所謂松湖變電所集合國宅不到一公里以內的幾百公尺以內的距離 那如果說這邊台北市政府都能蓋 為什麼我們住都中心不能蓋呢 這個部分交通是一個議題啦 我們在評估啦 但是重點可能重點都不一定是在交通 我們大概從多元的面向 而且我們有節奏啦 我就跟我們報告 我們也不急在說 因為附近其實也缺乏公共設施 包括說拖嬰中心 公立幼兒園 其實附近都非常缺乏 因為附近的住戶其實非常的多 那新增的人口非常的多 我們希望興建社會住宅 就是能夠引入公共設施 然後來改善交交的環境 對啦 任何一塊合適的基地 我們絕對不會放過啦 好 所以這部分 就是因為有爭議 我們希望住都中心在積極的爭取 是 謝謝委員 那另外呢 房市發燒中 市長您說炒作現象正在發生喔 那請問一下 炒作現象是指哪些部分 沒有 那應該是在一個月前 一個月以前 甚至更早以前 一個多月前 記者問我的話啦 那我就這樣回答 那時候當然就是紅丹市主要嘛 對 所以紅丹其實是主要的 但是在這一次 實價登入2.0的版本裡面 我們還是看不到 對於紅丹炒作這個部分 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我想 因為我們內政部有兩波積查 44個建案喔 但是沒有公佈到底哪些建商 在做紅丹炒作的行為 那哪些建商因為這樣被開罰 目前是掛鈴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才是大家所care的 紅丹炒作現象正在發生 而且持續炒高房價 那內政部如何來處理這個問題呢 包委員 紅丹跟實價登入那是兩個系落的議題 所以說紅丹的納管和議制 我們接下來也是會提 平均定員條例或相關的法案的修訂 來納管 但是跟實價登入本身 他是比無關的 對 就是低一點的回答 那我們在前兩波的查氣 當然大家應該有看到 新竹縣有一家 有一個代銷 一個中間業者被公平會 開罰了一百二十萬 那其他的 這個網紅啦 在社團裡面做紅丹炒的銷售 那不是網紅啦 網紅的話就事情單純 應該因為就因為不是網紅 所以說他當然背後還有一些不當的行為 那對於我們查 查氣出來的這些問題 其實都已經移送地方政府 在做最後的確認 這裡面為什麼 大家沒有看到很多很多的開罰的原因 就是 依據消保法的規定 實際上這裡面很多違規的樣態 都是有提供先限期改正 改正之後沒有 限期不改正才開罰 所以說這就是法制上面 現階段不足之處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希望 所以這部分的修法是非常迫切的 因為炒作現象正在發生 因為紅丹現象已經造成房價的亂象 所以現在大家問 內政部什麼時候還要著手來進行修法 然後來遏止這樣子的亂象 我們修法的版本其實 對於我們內政部主管的法律 我們修法版本其實已經有了草案 我們也在準備跟院裡面 跟委員跟行政院內部在做溝通 那應該很快就可以有一些 最快大概多久 我想這個禮拜就會討論吧 什麼時候可以預計可以送院 這個就不能是我這邊能夠決定 討論完如果行政院覺得OK 我想就會報行政院會就會過了 那另外有一些可能不是內政部主管的法案 例如說消保法 那可能要在相關的機關來負責 這部分是現在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力推時評制 這部分也是我們希望內政部能夠趕快來做 那當時花刺您在臉書上有說 要減少這個虛評才是重點 包括腐爛的公設筆等等 會認真檢討 請問這部分什麼時候要開始檢討 其實我不是這樣講 好我剛我在臉書上 應該不是剛剛委員所說的那樣的講話 我說有些所謂的虛評可能沒有那麼虛 有一些可能比較虛 所以比較虛的值得來檢討 簡單講其實剛剛早 剛剛我們署長在回答的時候也有提到啦 可能例如說一些管理空間 給的比例太高 一些大社區根本不需要那麼多 他因為你給他了他就蓋出來 那這個部分可以檢討 但是有一些 例如說 逃生避難的這些空間 樓梯等等 那個是絕對需要的 那個絕對不需要 現在問題就是說 很多逃生避難消防設施 我們已經給建商免計隆機 他還記錄公設裡面 要我們民眾來買單 那當然是啊 那包括很多的車位 到底算不算公設等等 這些 都需要一個明確的規範 讓民眾知道 所以力推時評制 就是要減少這些公設冠軍的亂象 那另外如果說內政部 你們不願意積極的推動時評制 至少在銷售廣告上 我們先要求 這些建商在銷售廣告 至少要註明說 房子的時評面積是多少 在廣告上 明確讓民眾知道 實在登錄網站上 我們也希望能夠揭露時評擺架 這兩個都是最基本 從來都不是法律專有的名詞 所以說 我們不太可能去要求 任何人說 你要揭露什麼叫虛評 不是法律專有名詞 但是主建物能夠居住的空間是多少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一幕了來的 這個事情就是很可憐的 所以就這個部分 就是內政部必須要做的 到底主建物面積實際上是多少 民眾在買房子的時候 常常被這些 浮爛的公設灌水 導致根本搞不清楚 所謂附屬建物啊 公設啊 到底怎麼算 因為沒有明確的法令依據 內政部也從來都不管 才會造成這樣子的亂象 所以內政部必須要硬起來 好好的去管一管這些建商 所有的買賣移轉的契約書上 或者你透過仲介或單銷 他一定要有不動產說明書 他裡面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說明 這裡面的所有的細節 消費者要是不知不懂 他就該 詳細的說明這是什麼 這都是經過 市長為什麼我們在銷售廣告 就要揭露 其實那就是一個第一步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遏止建商 在現在一個浮爛的廣告上 讓一般民眾搞不清楚說 到底公設佔了多少 反對過在銷售廣告上去要求揭露 所以希望能夠強制要求建商 因為沒有建商會主動揭露 大家都希望越模糊越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的內政部能夠強制要求 建商的建案銷售廣告上 實評制能夠揭露實際的主建物面積跟價格 這個才能夠慢慢的去減少建商 藉由公設灌水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是一直強調 我們要透過資訊揭露的這個事情 來降低疑慮 那委員所關心的 希望在廣告上面揭露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做 但是這件事情並不叫做實評制 他就是資訊揭露 市長這個是實評制的第一步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 只有台灣現在是公售要計價 連中國現在都在改變了 為什麼中國會有公售要計價 也是台灣的建商帶過去的 這都是錯誤的論點 那這種情況其實對台灣人非常的不公平 這沒有什麼計價不計價的問題 這都是錯誤的論點 這都是錯誤的論點 就先從銷售廣告 強制揭露實評制的價格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希望在實價登陸的網站上 而不是去扭曲他 沒有扭曲 這是八成台灣民眾 所以對台灣是不好的報告委員 八成台灣民眾都希望實評制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以目前我們希望的 建商銷售廣告 強制揭露實評單價 第二個在實價登陸的網站上 強制揭露實評制的單價 這些都是必要 而且必須開始做的 所以在這次實價銷售2.0上 沒有這樣子的揭露 但是請委員真的要聽我們專業的分析 不要再用 您個人認為的路徑 這不是我個人 最好的路徑 應該要趕快來推動 不要讓我們民眾 您的意見 好 好 我們請這個 其實就是 都不太會 要去做 這個 解釋 我們